大家好,我是Cindy 那刚刚听到大家自我介绍 我觉得大家可能对于30岁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 但没关系,就是你可以听一听 因为你的30岁可能变成是你的22岁或者是25岁 那大家可以听一下就是一个年纪比较大的女神 就是她可能曾经有过的一些经验 那也希望这个经验分享可以让大家在未来的 不管是人生旅途上或者是在你选择旅游的方式上 可以有多一点点的选择 那其实我先讲一下我年纪好了 因为你们实在太一样了 我实在无法判断我今天讲的到底会不会对我们来说 就是太遥远或太沉重 那其实今年我要35岁了 然后我去年开始 年轻 谢谢 然后我去年就开始跑步 然后我今年就觉得 不然我去参加一下马拉松好了 就是真的太有趣了 就是从来没有想到我会去参加 然后我真的参加了 而且跑完了 然后还想要跑更多的地方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有让我就是越来越愿意分享一些自己的 自己曾经有过的焦虑 就是因为我们以前焦虑的时候 其实也是有看了很多人的部落格 然后得到很多能量 所以支持着我们一起 就是一直到现在可以继续前进 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有什么经验 想要跟别人分享 其实都是非常棒的 那即便是你很年轻 那其实你不会知道你的 你的那种热血的想法 其实可以影响很多老人 就是年纪比较大的人 就是刺激他们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对这跟年纪没有关系 这跟人也有关系 好那我现在要开始分享 好 然后因为我那时候选择了 就是我们开始旅游的时候 其实是去中国 然后是我跟我妹两个人 那为什么是我跟我妹 其实是因为 我妹和我们公司结束了 就是突然里 我们那时候其实去花莲旅游 然后玩了两天 我妹就说要回去上班 结果回去上班 第一天公司就说 我们公司要结束了 就他公司是Muston Spencer 那时候原本在台湾有分公司 那后来就结束了 所以他就领了一笔钱散费 然后因为那时候 我的状况其实非常 就不是很好 就是我每天去上班 可是我都不想去 就是 就是我都会 比如说我九点上班 我可能都需要到九点 然后才去上班 然后动作就请假 这样 可是那时候 其实我已经不太在乎了 但我觉得这种行为 其实非常不好 就是你真的要 Respect your job 就是你今天领别人钱 就是要好好做事 你不可以 就不应该这样 然后如果你不想做 你拜托赶快离开公司 真的不要耽误别人 就是想做的 想要好好 就是在他工作表现上的 一些作为这样 所以就是我有先列一下 就是我五十五天到 去了哪里 那就是上海 西安 新疆 屠鲁藩 东煌 四川 青海 西藏 那西藏 其实我去了两次 这是第二次再去的时候 然后当然有一些新的改变 因为是2008年 就是大家知道那一年 北京办奥运 所以我们去的时候 我们是九月 然后去到十一月 所以其实有很多 就是可能是奥运那一年才有的一些限制跟发展这样 好那稍后如果还有时间我们会讲这一块 我放反了吗 OK 然后其实出发之前 因为那时候我们已经工作了应该有七八年的时候 其实你应该要成熟一点 然后至于要去哪里 要去多久 其实那个时候都没有什么想法 因为我们其实算是临时决定要去的 然后得到的钱其实也非常有限 因为在那个时候我应该算个月公主 就是我一定会把我那个月得到的薪水 就是想办法把它花掉 就不会想要存钱 就算公司发股票啊什么的 反正我只是会想办法把它花掉 所以去哪里去多久 其实都是在 我们只有决定起点 因为不知道 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做什么功课嘛 然后只能想说不然先去再说 反正中国嘛 就是一定可以问得到 反正国语都通 对啊 所以就这样出发了 然后我这里想要讲的是 其实出发之前 你对家里一定要有一些交代 因为其实像我们在家里 我妈妈她那时候对我们的要求就是 我只要上了班之后 我每个月都要给我妈妈一万块 那不管你有没有在家里 就是她觉得就是 诶你已经 你有手有脚的 然后你又有工作 为什么不要给她钱 所以就是妈妈都会要求 我们每个月都要给她一万块 那如果你不在的时候 其实我妈的做法是 你只要在家里 你就一定要去上班 你不可以不去上班 然后我妈有些时候会推那个program 就是你只要预缴 可以每个月折五百 所以 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就是 大家如果 什么爸妈反对啊 或家里不支持啊 你就是要把这一块 就是要把它算一下 比如说平常你一个月给你妈一万 你就准备个一万五 然后看你去多久 你就乘以几个月这样 然后就写个阿布 就是阿布的家菜籍 就是家菜籍这样 那我相信就是你出门之后 以后你妈应该会很想问你 什么时候要再出发 就这个是一个可以的方式这样 然后因为你就这样 没有什么 没有太多的准备 然后我们就出发了 对不起 为什么没有下一页 好好好 就完 然后因为其实你知道我们 一开始只有列了几个点 然后后来发现 其实我们后来都没有去 我们列那些点 因为我们在路上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做法就是 我们先到上海 然后去上海的书店买几本 就是中国旅游书 然后就翻说 哪些景点好玩 然后我们先决定了第一站 就是我们先去西安 然后主要是要去看兵马俑 因为我就觉得 哇兵马俑应该太酷了 一定要去看一下 然后在那个现场 其实会发现就是 当你没有做功课的时候 你怎么样有情报收集 所以我们后来发现 最好的做法就是 你到青年旅社之后 就开始问隔壁床的人 就是你去哪里 你从哪里来 然后你要去哪里 然后你去过的地方 到底有什么好玩的 然后你就把他们的 讲的就是稍微记录一下 然后再看一下 你对这个人的喜欢程度 然后如果你就是觉得 这个人才超有趣 他讲过的点 你就可以就是去一下这样 然后如果你觉得 这个人真的聊太起来 那他推荐的点 你就可以先放旁边 就是应该也是 每去没有什么关系 因为聊得很来的人 你以后还可以跟他就是 互动一下就是分享一下 哦你推荐了点 我去了 然后我觉得怎样 对啊 就是这个 我就是觉得还蛮好的 然后再来是会发现 因为我们的旅行时间 非常的长 就是 没有很长 其实也才55天而已 可是会常常 因为旅行 我们没有什么钱 所以 很多时候 我们都是坐火车 跟走路 就是因为 你没有很多钱打车嘛 然后就 就走路这样 然后 你怎么样可以让自己 处于最舒服的状态 那这个其实是 大家平常自己要练习的 跟要发现自己 有哪一些是 生活 就是维持生命 不可或缺的东西 那通常这个 你没有在一些就是 无法补给的 的地方 你是没有办法发现的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在 在你还没有开始去旅行之前 你可以开始去 列一下 就是当你如果今天心情 很差的时候 然后当你状况很不好的时候 你怎么样让自己 可以快速的在一些 就是 感觉比较好的状况 那我觉得这个是 大家需要练习的 然后第三个我要讲的是 遇到叉叉怎么办 其实这个叉叉 我原本要讲的是爱情 就是说 其实爱情这事情是 你遇到 它就发生了 可是你并 不一定可以知道该怎么办 然后今天有非常多的讲者 我觉得他们其实可以分享 就是遇到爱情这一块 那我这边我是想跟大家说的是 有些时候啊 就是没有结果的结果 就是最好的结果 就是你不一定有什么 你不一定真的要有什么 further的发展 可是当下其实就是 那会对你人生来说 会是有一个 很棒的一个经验 但不一定要有未来 真的有些时候是不需要有未来的 然后因为我遇到我30岁 我之前从来没有想过 我会活到30岁 然后我对30岁 诶 大家不要想过 其实这很多人没有想到 就是会一直活下去 你就发现 其实活下来是一件 很莫名其妙的事情 你怎么都没有出什么事 然后还好好活着 就是你是怎么 揉摸你自己的身体的 可是你还是好好活着 对 然后那个30岁就 那一天其实我从 九寨沟 我们坐了一整天的巴士 回到成都 然后我就觉得天哪 我焦虑的30岁期就这样过了 就什么事也没发生 然后就这样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这世界上再也有没有 什么事情可以限制我了 因为你最焦虑的30天 就30岁期就发生了 然后也结束了 然后事情还是一样 那你会发现 你突然发现自己自由了 就是你再也不会被局限了 那我觉得这个感觉 其实是很奇怪 就是你就会活着活着 活到一个临界点 然后你就会发现 你自由了 那我觉得这个是 很amazing的地方 不过我觉得大家可以 对于你自己设的 某一个你觉得很焦虑的 时间点或是时刻 你可以选一个很妙的地方 然后去结束它 那也许它不是 照你希望的方式结束 可是它一定会结束 就是时间就是这样 无法理解 好 再来 五十五天期就很快就结束了 然后我想跟大家分享 是结束之后 我自己对人生的态度 就会发现 因为我已经没有什么好拘束了 我就觉得 接下来我就要好好过我每一天 因为限制我的 那个时间加速 其实已经不见了 那我开始做很多 就是我以前想做的事情 比如说我后来 就是回来之后 我真的超想去上班的 我觉得上班 这是一件超级棒的事情 大家不要以为 就是骑旅游人 真的很喜欢旅游 当然旅游到一个景点 就是可以去上个班吗 然后可以做点事吗 就可以给我一些任务吗 就是你会需要一些些的 就是你知道 就是你可以搞定很多事情 其实也是一件非常爽的事情 然后 对 然后尤其是我 我那时候回来的时候 是2008年 那大家不一定还记得 那时候金融风暴 其实有很多科技业 都已经关门 就是关门 然后无薪假 然后你的股票就是 一泄千里 然后因为我的钱都花光了 所以完全没有任何的 就是灾情 然后而且我去完 我觉得超爽 就是你把钱花光了 可是你没有什么损失 你得到满满的能量 这样 然后还有对旅行的态度 这一次旅行回来之后 我就觉得 未来有一天如果我开公司 我一定要让我的员工 可以去修两个月长假 然后完全不需要 考虑什么 因为你不会知道 就是他其实真的只需要60天 去好好当他自己 然后再回来之后 其实他会对他自己的工作 有更多的想法 有更多的能量 其实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如果大家有什么创业的想法 其实可以跟我讲一下 因为我其实很想要 就是做一点什么 可是 我真的不知道有什么可以做 就觉得有点可惜这样 好 然后再次出发是 大家以为我 可能去了60天回来之后 应该就会休息一下 可是我那时候回来之后 我就去办公室 就是 我就回办公室 立刻确认上班时间 然后因为还有10 距离就回去上班还有10天嘛 所以我就立刻约了我弟 再去一次柬埔寨 就 就是也是那种不告而别 就立刻把我弟带走 然后去玩了5天 然后就会发现 就是其实你跟你弟可能 从 就是你跟你弟从来没有 这么熟 过就是你们必须要生活 在同一个时空里面 然后24小时 然后5天 我觉得那5天 真的是我们这辈子就是 互动以来最长的时间 然后也对自己的弟弟 有比较多的了解 因为他还蛮像就是房客 就是我们家很像hostile 就是他很像房客 就有空的时候 他会聊一下 其实大家对家人 其实有些时候会这样 就是你可能跟外面 没有人很熟 可是你家里没有人 没有人知道你在干嘛 可是有些时候 当你想要长途旅行的时候 这些家人其实非常重要 就是他们 你其实很需要他们的精源 就因为他们有继续上班 所以他们可以借你钱 就是继续让人旅游 所以我觉得大家在旅游之际啊 还是不要忘记就是 就是你跟家人的关系 其实也是要保持 就是一定的 一定的友好这样 就可以了 好 然后我的改变 就是我回来之后啊 其实我之前很想要去泰基马哈 因为我觉得那是一个就是 很amazing的地方 所以隔年我就去了 就是 我就自己一个人去印度十天 然后去了泰基马哈 然后就觉得天啊 就是梦想怎么那么快就实现 就觉得很不可相信耶 就是你可能想了很多年的东西 它就这样成真的 但它也就这样发生了 所以之后我就不管你想要做什么事情 我就去做 所以我后来就上了华语十字班 考导游领队 然后 还有考了PMP 因为那我以前当过PM 所以我觉得这应该也是一个要的执照 反正我就考了 那到底之后我们要做这个 其实好像也都没有 但我觉得就是没有关系 就是这些都是我的养分 我虽然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用到它们 可是我觉得 这对我来说都是非常棒的经验 然后我也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 得到很多 所以大家就是 比方小看你一次旅游的力量 就是你可能觉得 这个旅程可能本身没有什么 可在这个旅程上 你可能会遇到一些 就是让你有不同人生想法的人 然后 你无法就是评估它对你的改变 可是它其实会在你心里种下很多种子 让你在未来就是面对困难或者是挑战的时候 其实你会对自己更有信心 就是觉得老娘我都去印度一个月 呃一个离 就都去过太极马哈了 还有什么可以拿得到我的 就是就这样 对 好 然后 最后我也要推荐它 就是大家一些就是很棒的书跟电影 还有人 那大家可以就是回去再好好看一下 因为这些这些书其实都带给我很多 就是不一样的想法 然后他们也是在我回来之后才看到的 所以 就是很棒 就希望大家可以多了解一些 谢谢